游戏股的资优生 星象电子在2012年到2015年时 商用游戏机衰退 而转进到网路游戏又遇到卡关而成前数年 但在经过不断的累积 已经持续打造精致的休闲博弈游戏产品打入市场下 今年再创营运高峰 上半年级交出每股获利欲11元的亮丽表现 光荣重返游戏股王的地位 这次MoneyDJ TV也采访到星象的董事长李柯柱 让他来谈谈星象在商用游戏机 以及手机游戏产品线的琢磨 以及跨足到动画发行的想法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星象 星象电子成立于1989年 今年即将满30周年 公司过去几年在商用游戏机市场有很不错的表现 举凡在游乐场里的模拟机台 赛车机台 或者在街边可见的格斗机台或音乐舞蹈机台等 都是星象的主力产品 但在近几年电子娱乐的消费模式改变后 网络行动游戏兴起 星象也转向往网络游戏或手机游戏发展 我们可从图卡中看到 2017年时 星象网络游戏占营收比重约6成 但到今年上半年 网络游戏占比重已达8成的水准 也因为公司都是自制的游戏 线上游戏的毛利率高 也推动星象近几年毛利率节节攀升 由85%提升到今年上半年92%的水准 在商用游戏机的部分 星象主要是三大类产品 包括模拟机 捕鱼机 以及卡牌机 下半年预计会有不少新产品推出 推升营运成长动力 7月份应该就可以看 陆细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在商用这一块 有比较大幅的成长 可是有一些比较重磅的机种 陆细都在下半年的时候会推出 去年 我们整个重磅的机种 都延到今年 差不多六七月才开始做销售 所以今年的下半年 本来以前下半年就比上半年好 那又因为今年的重磅机种 都在六七月才开始做销售 所以应该就接机的部分 应该是会比上半年好 而在线上游戏的部分 则是星象近几年再度镀金的利器 尤其是打国际杯的 自制休闲博弈游戏金侯爷 今年更是营收翻倍成长 目前星象旗下共有五大游戏平台 分别是金侯爷 明星三缺一 满贯大亨 金好运 以及海王宝藏 五大游戏今年都有蛮不错的成长 如果说金侯爷从年初到现在 应该成长幅度 看起来快将近一倍了吧 那后续的话 下半年应该还有成长的空间 应该最主要是市场越做越大 那接收度也越来越高 APP这一部分 可能我们要把它分成几个 第一个是像我们金侯也是打国际杯的 它的市场可能 那个我们DAU 还有它市场是比较大的 但是有些 有些产品 它是for Taiwan only 譬如说像明日三缺一 金好运还有满贯 另外我们预期是对大陆市场 大陆市场它是很大 那以我们目前来讲 那个金侯爷的成长是比较高 因为它市场比较广 那另外团队在 付费率的这部分的研究 投入也是比较深入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 这几个月 APP这边会成长的比较快 其实是我们团队之间的 互相互的一个竞争跟学习 这部分发生的效果 另外为了发展公司 自有IP的价值 星象也投入动画制作 投资约5000万元 与日本动画公司合作 打造12画 机甲英雄激斗勇者动画 该动画即是由 星象知名的卡牌游戏 及机甲英雄的延伸 希望透过动画 也将创造与游戏相辅相成的效果 机甲英雄是星象公司 从2011年就开始推出的 一款卡片游戏机 那已经历经八年的时间 那这其中 花了不少公司的一个人力 物力 还有成本 真的 整个过程 你事实上是花了不少钱 那 可喜的是 虽然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那在台湾 大陆 东南亚 甚至在意大利 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 所以同时卡片 卖到现在 已经有数千万片了 那在今年 我们更推出机甲英雄的二代 机斗勇者 为了推广机甲英雄 这样的IP 那公司呢 花了几乎快两年的时间 请日本公司来帮我们做了这个动画 那我想在公司里面 会持续的 针对这个IP 深化 所以这个动画 据我所知道的 应该我们陆续会 基本上应该会有12集的这个构想吧 那如果反应好的话 我们还会继续投资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IP是 非常直前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近又在开始 把这个机甲英雄这个IP 希望能够把它 能够做好 那也希望未来它能够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IP 做动画最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族群 希望能够巩固 那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个机甲英雄 那他从这个动画 这个机甲英雄来喜爱这个机台 星象在经过产品组合的转型后 目前营收主力已转为以休闲博弈游戏为主 累积了庞大的玩家为基础下 创造较为稳定成长的营运成绩 今年下半年在商用游戏机的新游戏机台推出 以及线上游戏持续提升玩家付费率下 营运渴望再创新高峰 字幕组合作者 toeotyCK 字幕组合尽 试图